金瓶梅 秀向崇祯本 第十四回 花子虚殷气丧身 李平儿迎间赴会 诗曰 演艺新妻 未急修 不堪捏弄玉骚头 春回笑脸花寒昧 带簇峨眉柳带愁 粉云陶塞思抗力 寒生蓝事叛绸谋 何如的碎香如意 不让文君涌白头 话说一日吴月娘心中不快 吴大镜子来看 月娘留她住两日 正陪在房中坐的 呼见小丝戴安抱进毡包来 说 爹来加了五大镜子便往李娇儿房里去了 西门庆进来 脱了衣服坐下 小玉拿茶来也不吃 月娘见她面色改长 便问 你今日会茶 来家嫩早 西门庆道 今该长二哥会 她家没地方 请俺们在城外永福寺去耍子 有花二哥要了婴二哥 俺们四五个 往院里正爱香儿家吃酒 正吃着 呼见几个做工的进来 不由分说 把花二哥拿得去了 把众人下了一惊 我便走到李贵姐躲了半日 不放心 使人打听 原来是花二哥内臣家房族中告家才 在东京开封府递了状子 披下来 着落本县拿人 俺们才放心 个人散归家来月娘闻言 便道 这是正该的 你整日跟着这伙人 不着个家 只在外边胡撞 今日只当丢出事来 才是个料手 你如今还不心思 到明日不吃人争锋私打 群到那日是个烂羊头 你肯断绝了这条路儿 正经家里老婆的言语说着你肯听 只是愿李淫妇在你跟前说句话儿 你道着个驴耳朵听她 正是 家人说着耳边疯 外人说着金字经西门庆笑道 谁人敢七个头八个胆打我 月娘道 你这行货子 只好家里嘴头子罢了 正说着 只见戴安走来说 隔壁花二娘使天赋而来 请爹过去说话这西门庆听了 立切脚就往外走 月娘道 明日没得教人讲你把西门庆道 切林间布房室 我去到那里 看她有什么话说 当下走过花子须家来 李平儿十小厮请到后边说话 只见妇人罗山不整 粉面拥装 从房里出来 脸下的蜡渣也四黄 跪着西门庆 再三挨告道 大观人没奈何 不看僧面看佛面 常言道 家有患难 邻里相助 因她不听人言 把着正经家事不理 只在外边胡行 今日吃人暗算 弄出这等事来 这时节方对小厮说将来 教我寻人请救她 我一个妇人家没脚的 那里寻那人情趣 发狠起来 想着她嫩不依说 拿到东京 打得她烂烂的 也不亏她 只是难为过世老公公的性子 奴眉奈何 请将大观人过来 殃及大观人 把她不要提起罢 千万看奴博面 有人情好歹寻一个儿 只不叫她吃灵逼遍了西门庆见妇人下礼 连忙道 嫂子请起来 不妨 我还不知为了胜购当妇人道 正是一言难尽 俺过世老公公有四个折 大折换作花子油 第三个换花子光 第四个叫花子华 俺这个名花子虚 都是老公公敌亲的 虽然老公公挣下这一分钱财 见我这个儿不成气 从广南回来 把东西只交付于我手里收着 坐井还打躺过 那三个越发打得不敢上前 去年老公公死了 这花大 花三 花四 也分了些床账家伙去了 只现一分银子而没曾分的 我常说 多少与她些也罢了 她通不理一脸 今日手案不通风 却叫人弄下来了说币 放声大哭 西门庆道 嫂子放心 我知道是什么事来 原来是房奋中告家才是 这个不打紧 既是嫂子吩咐 搁的事就是我的事一般 随问怎的 我在下锦领夫人说道 官人若肯实又好了 请问寻分上 要用多少礼儿 挪好预备西门庆道 也用不多 闻得东京开封府杨府尹 乃蔡太师门生 蔡太师与我这四门庆甲杨提督 都是当朝天子面前说的话的人 拿两个分上 齐对杨府尹说 有个不一的 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 如今道是蔡太师用些礼物 那提督阳爷与我设下有亲 他肯受礼 妇人便往房中开箱子 搬出六十定大元宝 共计三千两 叫西门庆收去寻人情 上下使用 西门庆道 只一半足矣 和销用的许多 妇人道 多的大官人收了去 奴床后还有四香柜 莽衣玉带 帽顶韬环 都是值钱珍宝之物 一发大官人替我收去 放在大官人那里 奴用时来取 趁这时 奴不思个防身之计 信着他 往后过不出好日子来 眼见的三拳敌不得四手 到明日 没得把这些东西而吃人暗算了去 吭闪得奴三不归 西门庆道 只怕花二哥来家询问怎了 妇人道 这都是老公公在时 踢起交语 奴收着之物 他一字不知 大官人只顾收去 西门庆说道 既是嫂子嫩说 我到家叫人来取 于是一直来家 与月娘商议 月娘说 银子便用石盒 叫小丝台来 那香龙东西 若从大门里来 叫两边街坊 看着不惹眼 必须夜晚打墙上过来 方隐密些 西门庆听言大喜 吉令戴安 来往来兴平安四个小丝 两架石盒 把三千两银子先抬来家 然后到晚西月上时分 李平儿那边同迎春 秀春放桌凳 把香柜挨到墙上 西门庆这边 只是月娘 金莲 春梅 用梯子接着 墙头上铺衬粘条 一个个打发过来 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 正是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明 还有利明忧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抢求 西庆收下他许多细软金银宝物 临社街放拒不知道 连夜打电佗装停荡 求了他亲家陈宅一封书 拆家人来宝上东京 送上杨提督书礼 转求内阁蔡太师 剪贴夏宇开封府杨福尹 这福尹明焕阳时 别号龟山 乃陕西洪农县人士 有鬼未尽是生大理四清 金推开封福尹 即是清廉 矿蔡太师是他旧时做主 杨检又是当道时辰 如何不坐分上 当日杨福尹声听 间中提出花子虚来 一干人上厅跪下 审问他家财下落 此时花子虚 已有西门镜烧书之会了 口口只说 自从老公公死了 发送念经都花费了 只有宅舍两所 庄田一处建在 其余床障家虎物件 具备族人分散一空 杨福尹道 你们内官家财 无可积考 得之意 失之意 即是花费无存 披养清和县委官 将花太监住宅二所 庄田一处 估价变卖 分给花子有等三人回角 花子有等右上前贵柄 还要尖追子虚 要别像银两 被杨福尹大怒 都喝下来 说道 你这丝少打 当初你那内向 一死之时 你美不告 做什么来 如今事情以往 又来骚扰 于是把花子虚 一下而也没打 批了一道公文 压发清和县 前来估计庄宅 不在话下 莱宝打听这消息 星夜回来 报知西门庆 西门庆听见分上准了 放出花子虚来家 满心欢喜 这里李平儿请过西门庆去寄议 要叫西门庆拿几两银子 买了这所住的宅子 到明日 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 西门庆归家与吴月娘商议 月娘道 你若要她这房子 恐怕她汉子 一时生起疑心来 怎了 西门庆听记在心 那消几日 花子虚来家 清和县尾下了县城账姑 太监大宅一所 坐落大街安庆坊 直营七百两 卖与王皇亲为业 南门外装填一处 直营六百五十两 卖于守备周秀为业 只有住居小宅 直营五百四十两 因在西门庆紧隔壁 没人敢买 花子虚再三使人来说 西门庆只推没银子 不肯上账 县中紧等要回文书 李平儿急了 暗暗使冯妈妈来对西门庆说 将拿她寄放的银子 对五百四十两买了罢 这西门庆方才一允 当官交对了银两 花子油都画了字 连夜座文书回了上司 共该银一千八百九十五两 三人均分器 花子虚打了一场官司出来 没分的丝毫 把银两 房舍 装填又没了 两乡内三千两大元宝 又不见踪影 心中甚是焦躁 因问李平儿查算 西门庆使用银两下落 金还剩多少 好凑着买房子 反吃妇人 整骂了四五日 骂道 呸 两两混沌 你成日放着正事不理 在外边棉花握柳 只当被人弄成圈套 拿在牢里 使将人来教我寻人情 奴是个女妇人家 大门边也没走 小的甚么 认得何人 那里寻人情 浑身是铁 打得多少钉儿 替你添修脸 到处求爹爹告奶奶 多亏了隔壁西门大官人 看日前香蕉之情 大冷天 刮得那黄蜂黑风 使了家下人往东京去 替你把事干得 停停当当的 你今日了闭关死 两脚站在平川地 得命私财 穿好忘痛 来家倒问老婆 找起后帐儿来了 还说有也没有 你写来的帖子 现在 没你的手字 我擅自拿出你的银子 寻人情 抵到语人变难了 花子虚道 可知是我的帖子来说 实指望还剩下些 咱凑着买房子过日子 富人道 呸 着蠢财 我不好骂你的 你早仔细好来 河头上不算计 圈点下却算计 千也说十多了 万也说十多了 你那三千两银子 能到的那里 蔡太师 杨提督好小时长儿 不是嫩大人情 平白拿了你一场 当官薅条 也没曾打在你这旺巴身上 好好放出来 教你在家里 嫩说嘴 人家不属你管辖 你是他什么找疼的亲 平白怎替你 南上北下走跳 史前教你 你来家也该摆喜酒儿 请过人来 支谢人一支谢儿 还一扫帚扫得人光光的 到问人找起后帐儿来了 几句连茶代骂 骂得子虚闭口无言 到次日 西门庆史戴安 送了一分礼来 与子虚押惊 子虚这里安排了一席 请西门庆来支谢 就要问他银两下落 依着西门庆 还要找过几百两银子 与他凑买房子 倒是礼平而不肯 暗地使冯妈妈过来 对西门庆说 休要来吃酒 只开送一篇花账与他 说银子上下打电 都是没了花子虚不实实 还使小厮再三邀请 西门庆躲得一进网院里去了 只回不在家 花子虚气地发昏 只是跌脚 看官听说 大凡妇人更便 不与男子汉一心 随你咬舌铁钉般刚毅之夫 也难测其暗地之事 自古男之外 而女之内 往往男子之名 都被妇人坏了者 为何 皆由欲知不得其道 要知在乎荣德相感 缘分相投 夫畅妇随 树可保其无救 若似花子虚 落魄飘风 盲无纪律 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 岂可得呼 正是 自已得其店无风可动摇 化修饶舌 后来子虚只并凑了250辆银子 买了狮子街一所房屋居住 得了这口重器 刚搬到那里 又不幸害了一场伤寒 从11月初旬 睡倒在床上 就不曾起来 初时还请太医来看 后来怕死前 只挨着 一日两 两日三 挨到二十头 呜呼挨哉 断气身亡 亡年24岁 那手下的大小丝天喜儿 从子虚病倒之时 就拐了五两银子 走得无踪 子虚一到了头 李平儿就使冯妈妈 请了西门庆过去 与他商议买官入恋 念经发送 到坟上安葬 那花大 花三 花四一般儿男父 也都来吊销送病 西门庆那日 也交吴月娘办了一张桌席 与他山头祭奠 当日妇人轿子归家 也设了一个灵位 供养在房中 虽是守灵 一心只想着西门庆 从子虚在日 就把两个丫头 交西门庆耍了 子虚死后 月发通家网还 一日 正值正月初九 李平儿打听 是潘金莲生日 未曾过子虚舞期 李平儿就买礼物 做轿子 穿白领袄儿 蓝织金裙 白柱不纠计 珠子姑 蓝宇金莲做生日 逢妈妈抱毡包 天扶儿跟轿 进门先与月娘 磕了四个头 说道 前日山头多劳动 大娘受恶 又多谢众礼拜了月娘 又请李娇儿 孟玉楼拜见了 然后潘金莲来道 说道 这位就是五娘 又要磕下头去 一口一声称呼 姐姐 请受奴役李儿 金莲那里肯受 相让了半日 两个孩平磕了头 金莲又谢了她受礼 又有无大镜子 潘姥姥一同见了 李平儿便请西门庆拜见 月娘道 她今日往门外玉皇庙 打叫去了 一面让坐了 换茶来吃了 两久 只见孙雪娥走过来 李平儿见她装饰少赐于众人 便起身来问道 此位是何人 奴不知 不曾请见的月娘道 此事她姑娘丽 李平儿就要行礼 月娘道 不劳启动二娘 只是凭拜拜而罢 于是彼此拜毙 月娘就让到房中 换了衣裳 吩咐丫鬟 民间内放桌儿摆茶 须于 围炉天探 酒饭羊膏 安排上酒来 让无大镜子 潘姥姥 李平儿上座 月娘和李娇儿主席 孟玉楼和潘金莲打横 孙雪娥回厨下赵馆 不敢久坐 月娘见李平儿 中中酒都不辞 于是亲自递了一遍酒 又令李娇儿众人 各递酒一遍 因朝问她话道 花二娘搬得远了 俺姊妹们离多会少 好不思想 二娘狠心 就不说来看俺们看见 孟月楼便道 二娘今日不是因与六姐做生日 还不来厘 李平儿道 好大娘 三娘 蒙重娘抬举 奴心里也要来 一者热笑在身 二者家下没人 昨日才过了她五期 不是怕五娘怪 还不敢来 因问大娘跪降在几时 月娘道 见日早离潘金莲接过来道 大娘生日是八月十五 二娘好歹来走走 李平儿道 不肖说 一定都来孟月楼道 二娘今日 余安姊妹相伴一夜儿 不往家去罢了李平儿道 奴可知也要和众伟娘 续歇化儿 不瞒众伟娘说 小家儿人家 初搬到那里 自从她没了 家下没人 奴那房子后墙 紧靠着桥黄青花园 好不空 晚夕常有狐狸抛砖掠瓦 奴又害怕 原是两个小丝 那个大小丝又走了 只是这个天福儿小丝 看守前门 后半截通空落落的 倒亏了这个老冯 是奴救世人 常来与奴将洗些衣裳 月娘英问 老冯多少年纪 且是好个恩氏妈妈儿 高大言也没聚儿 李平儿道 他今年五十六岁 南花女花都眉 只靠说眉度日 我这里常管他些衣裳 昨日捉夫死了 叫过他来与奴作伴 婉西同丫头一抗睡 潘金莲嘴快 说道 既有老冯在家里看家 二娘在这里过一夜也不妨 左右你花颠没了 有谁管着你 御楼道 二娘只依我 叫老冯回了轿子 不去罢 那李平儿指示笑 不作声 话说中间 久过数寻 潘姥姥先起声往前边去了 潘金莲随跟着他娘往房里去了 李平儿再三辞道 奴的酒够了李娇儿道 花二娘怎的 在他大娘 三娘手里肯吃酒 偏我弟酒 二娘不肯吃 显得有厚薄 遂拿个大杯真上 李平儿道 好二娘 奴伪的吃不去了 岂敢作假 月娘道 二娘 你吃过此杯 略歇歇而罢 那李平儿方才接了 放在面前 只顾与众人说话 孟玉楼见春梅立在旁边 便问春梅 你娘在前边做什么厉 你去怜你娘 潘姥姥快请来 就说大娘请来 陪你花二娘吃酒 梨春梅去不多时 回来道 姥姥害身上疼 睡梨 俺娘在房里云脸 就来月娘道 我倒也没见 她倒是个主人家 把客人丢了 三不知往房里去了 猪班都好 只是有这些孩子气 有失为证 眷来汉师罗一彻 楼上人扶上玉梯 归到院中重洗面 金盆水里发红泥 正说着 只见潘金莲走来 玉楼在席上 看见她夜抹浓妆 从外边摇摆将来 戏道 五丫头 你好人 今日是你个驴马处 把客人丢在这里 你躲到房里去了 你可成人养的 那金莲笑嘻嘻 向她身上打了一下 玉楼道 好大胆的五丫头 你还来地义中儿 李平儿道 挪在三娘手里 吃了好少酒儿 也都够了金莲道 她手里是她手里账 我也赶奉二娘一中儿 于是满针一大中 递于李平儿 李平儿只顾放者不肯吃 月娘应看见金莲并上 撇着一根金兽字三儿 便问 二娘 你与六姐这对兽字三儿 是那里打造的 倒好呀 到明日 俺美人照样 也配嫩一对儿 带李平儿道 大娘寄要 奴还有几对 到明日 每位娘都不奉上一对儿 此事过世老公共育前带出来的 外边那里有这样犯 月娘道 奴取消逗二娘耍子 俺姐妹们人多 那里有这些香送 众女眷饮酒欢笑 看看日夕时分 冯妈妈在后边雪额房里管带酒 湿得脸红红的出来 催逼李平儿道 起身不起身 好打发轿子回去月娘道 二娘不去吧 叫老冯回了轿子家去吧 李平儿说 家里无人 改日再奉看众伪娘 有日子助理梦雨楼道 二娘好止骨 俺众人就没心而分上 如今不打发轿子 等住回他爹来 少不低也要留二娘自着说话 逼迫的李平儿就把房门钥匙递与冯妈妈 说道 既是他众伪娘再三留我 显得奴不实敬重 吩咐轿子回去 叫他明日来接吧 你和小思家去 仔细门户又教冯妈妈富尔低言 教大丫头迎春 拿钥匙开我床房里头一个箱子 小苗金头面侠耳里 拿四对金兽自赞耳 你明日早送来 我要送四位娘 那逢妈妈得了话 拜辞了月娘 一面出门 不在话下 少请 李平儿不肯吃酒 月娘请到上房 同大镜子一处吃茶做的 呼见戴安抱进毡包 西门庆来家 掀开帘子进来 说道 花二娘在这里 慌得李平儿跳起身来 两个见了李 坐下 月娘叫玉霄 与西门庆接了衣裳 西门庆便对吴大镜子 李平儿说道 今日门外玉皇庙圣诞打叫 该我年力做会手 与众人在吴道官房里算账 七单八柳缠道这早晚 因问 二娘今日不家去罢了 玉楼道 二娘再三不肯 要去 被暗众姐妹强着留下 李平儿道 家里没人 奴不放心 西门庆道 没得扯淡 这两日毫不寻业地甚紧 怕怎的 但有些风吹草动 拿我个贴儿 送与周大人 点到凤行诱道 二娘怎的冷轻轻坐着 用了些酒而不曾 梦誉楼道 俺众人再三劝二娘 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门庆道 你们不计 等我劝二娘 二娘好小亮儿 李平儿口里虽说 奴吃不去了 只不动身 一面吩咐丫鬟 从心房中放桌儿 都是留下伺候西门庆的阿饭菜书 戏巧果人 摆了一张桌子 无大镜子之局 推不用酒 因往李娇儿房里去了 当下李平儿上座 西门庆关系 吴月娘在炕上 吃着卢狐儿 孟玉楼 潘金莲两边打横 五人坐定 把酒来针 也不用小钟儿 都是大银渠花中子 你一杯 我一盏 常言 风流茶书和 酒是色眉人 吃来吃去 吃得富人眉带低横 秋波邪适 正是 两朵桃花上脸来 眉眼失开 真色相 月娘见她二人 吃得堂成一块 严颇涉邪 看不上 往那边房里陪无大镜子坐去了 游着她四个吃到三更十分 李平儿心眼孽邪 立身不住 拉金莲往后边镜守 西门庆走到月娘房里 以东倒西歪 问月娘打发她那里歇 月娘道 她来与那个做生日 就在那个房儿里歇 西门庆道 我在那里歇 月娘道 随你那里歇 再不你也跟了她一处去歇霸 西门庆忍不住笑道 岂有此理 因叫小玉来脱衣 我在这房里睡了 月娘道 就别要汗邪 就要惹我那没好口的骂出来 你在这里 她大镜子那里歇 西门庆道 爸 爸 我往孟三儿房里歇去吧 于是往御楼房中歇了 潘金莲引着李平儿静了手 同往她前边来 就和姥姥一处歇卧 到次日起来 临近梳妆 春梅服侍 她因见春梅灵变 知识西门庆用过的丫头 与了她一副金三事 那春梅连忙就对金莲说了 金莲谢了又谢 说道 又劳二娘赏赐她 李平儿道 不枉了五娘有福 好个姐姐 梳妆币 金莲领着她同潘姥姥 叫春梅开了花园门 各处游看 李平儿看见她那边墙头 开了个便门 通着她那臂 便问 西门爹几时起盖着房子 金莲道 前者阴阳看来 说道这二月间新宫洞土 要把二娘那房子打开 通坐一处 前面盖山子卷棚 展一个大花园 后面还盖三间王花楼 与奴这三间楼坐一条边 这李平儿听了在心 只见月娘使了小玉 来请后边吃茶 三人同来到上房 吴月娘 李娇儿 梦月楼陪着五大镜子 摆下茶等着咧 众人正吃点心 只见冯妈妈进来 向秀中取出一方旧汉金 包着四对金兽自三儿 递于李平儿 李平儿先奉了一对与月娘 然后李娇儿 孟玉楼 孙雪娥 每人都是一对 月娘道 多有破费二娘 这个却使不得李平儿笑道 好大娘 什么稀罕之物 胡乱与娘们赏人 变了月娘众人败谢了 方才个人插在头上 月娘道 闻说二娘家门首就是灯室 好不热闹 到明日我们看灯 就往二娘府上望望 休要推不在家李平儿道 奴到那日 奉请众位娘金莲道 姐姐还不知 奴打听来 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 今日说过 若是二娘贵将的日子 俺姊妹一个也不少 来与二娘助手李平儿笑道 窝居小事 娘们肯下降 奴一定奉请不一时吃罢早饭 摆上酒来饮酒 看看刘连道日夕时分 轿子来接 李平儿告辞归家 众姐妹款留不住 临出门 请西门庆拜见 月娘道 她今日早起身 出门与人家送行去了 妇人千恩万谢 方才上轿来家 正是 荷荒荷桃 真看爱里面 原来别有人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次会期待 来